字字句句還在為兒子護航 請中媽媽 不動的道歉 對不起 淚崩下跪 祈求原諒 張姓富二代的父母親趕到醫院 想和傷者母親見面 卻被拒於門外 他一直想要道歉 對不對 因為他被帶走 所以他沒有辦法過 他真的不是故意 他年輕人衝動 真的對不起 字字句句還在為兒子護航 道歉說法讓民眾瞠目結舌 夫妻倆的下跪 眼淚 家屬不買單 而富二代父親 上午也開記者會致歉 深深的一鞠躬 道歉 再道歉 子不叫父之過鞠躬 再鞠躬代替兒子道歉 在公司上班沒有準時上班 沒有五分鐘 八點五 七點五十五分上班 我就會責罵他 對小孩都是可能 造成太嚴格 太嚴格 造成他的 反應性 連在場記者都傻眼 管教不當 竟推給太嚴格 張信食品廠富二代 只為了名貴跑車被擦撞 動手將人打到昏迷 引發眾怒 還被貼上跋扈的富二代標籤 他不是富二代 我們不會溺愛孩子 媽媽有溺愛嗎 媽媽也不會 我都會有精神 我都不知道 怎麼會在做 是這樣的事情 交出打人惡煞 無論溺不溺愛 但言談中看得出 根本管不動孩子 張信富少和另外兩名嫌犯 被遭法院羈押禁見 把爛攤子全丟給父母親 三星人這場人王韻竹 台中採訪報導 這些率人狂毆 男大神的張信男子 暴行不是第一次 早在他當兵時 就動手傷人 兩個父子就在嫌打球的 一個趣事 我是覺得是 當下是要來製作 真訊筆錄的一個狀態 他們心情還是悠然自在 跟我說兩三萬塊 要跟我講和解這件事情 我說天啊 打一隻狗受傷 都不只要賠兩萬塊 洪先生是個警察 他的兒子兩年前就是受害人 他指控當年兒子 到成功領當兵 因行軍途中 與張信男子起口角 被用板凳毆傷 兒子打人了 爸爸現身到現兵隊 父子倆態度非常輕調 你願意的話 我車子有一隻棍子 拿給你兒子來 打我兒子打幾下 這樣教育態度 太離譜了 兒子打傷人 父親還能談笑風聲 縱容溺愛的教育 洪先生覺得匪夷所思 進一步查詢 張信男子早塑形不良 2016年騎車獄警察 酒駕路檢不易規定停車 2019年當兵時 不滿洪信同袍 行軍速度慢 拖累全體受罰 拿板凳打傷人 甚至在2020年 曾在台中西屯區 糾重鬧事案件 還在審理中 不只男子 就連他的父親本身 也曾因酒駕 就撤職0.82毫克 觸犯公共危險罪 言教不如生教 但張先生強調 自己的教育 並非以報之報 很小的時候 都是有被霸凌過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我跟洪爸爸 可能他沒有很理解我的意思 如果讓他誤解 我很抱歉 張先生說自己管教研 兩個兒子個性截然不同 但動手打人就是暴行 男大神還被打到重傷 恐怕不是道歉再道歉 就能一筆勾銷 三秀許淑慧 神明之派的您 張貨导